在带你来看在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交流道附近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 有一辆自小客车冲撞了内侧护栏之后180度向后转 而这名驾驶没有察觉他已经逆向了 就一面撞上原本是在跟在他后方的水泥槽车 结果车子正辆撞烂 这个驾驶命为送一之后测出酒测值高达0.85 结果又是酒驾窗的祸 释放员出动油压简破坏才得以将受困的驾驶救出来 银色小客车车头严重凹陷几乎全毁 车窗玻璃散落一地安全气囊也爆开 可以想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而跟他对撞的水泥车车头也是凹了一大块 驾驶想起当时的状况还余计有存 他就对我一直来啦 我走来这里他就走来这里 走外面他就走外面啦 那时候你看到有怕到吗 当然也怕到啊 因为他一拍大厅而已啊 我不是两拍大厅而已 我过程过去是自动车的 国道5号南下宜兰交流道附近 10号凌晨发生一起重大车祸 自小客车先是撞向内侧护栏车体180度大转弯 这时候驾驶被撞晕 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逆向 还继续往前开 不到三分钟就迎面撞向水泥槽车 这名小客车驾驶 后来被验出酒测值高达0.85 在凌晨4点左右全线封闭 那就是封闭这个国道5号南下宜兰段 5点5点半左右 大致在这个整个事故开始完毕 小客车驾驶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赶紧松一急救 整起事故依次又是酒驾酿成悲剧 电话车驾驶